进行肝穿刺之所以要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是因为肝脏的血流丰富 进行肝穿时可能会发生出血 但临床实践证明 进行肝穿刺时出血的发生率仅为万分之一左右 只要在肝穿刺前做好春分的准备 把握好肝穿刺的适应针和禁忌针 通过肝穿刺进行肝组织活检病理学检查的成功率 还是可以保证的 操作时 首先要向患者解释穿刺的目的性 意义及注意事项 消除其紧张心理 取得患者的一个配合 数前一小时给予可待应急本八笔妥 穿刺前三天 每日需注射或者口服维生素K1 钙剂和VC 穿刺前前一天要测定患者的血小板技术 出凝血时间 凝血没缘时间 必要是要背血 穿刺前要测量患者的血压 脉搏 协助患者排空膀胱 如果在穿刺前允许的话 尽量让患者保持一个空腹的状态是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